很多人都會問 這個叫做小師的課 小智希一代 瓜老師 早安 喵瓜老師 你好 謝謝 很多人有這個問 就是覺得攻擊力、力量、屬性攻擊、基礎攻擊很混亂 這次叫做Carify一下 希望我沒錯 這是我的理解 麻煩下一頁 劍合中的基礎攻擊說的是什麼 你看看那些招 例如看到我現在的鏡頭是桃花的 你打開鏡頭就會看到自己的職業 那是其中一個招式 上面寫著一個叫做基礎攻擊 基礎攻擊 以我的理解就是 大了頭髮 你開了背包之後 看人物的頁的時候 就有攻擊力的東西 那我的理解就是 上面這兩樣東西就是等於你的 即是基礎攻擊就等於你版面上面的攻擊力 然後就麻煩台長下一幅圖 然後就說 你看到某一些職業 例如輸出的職業 很普遍就會有一些技能 加一個叫做基礎攻擊力 基礎攻擊力就不同 基礎攻擊力 只會是力量這個數值 才會影響到基礎攻擊力 所以力量 然後又會問 平時我看到的攻擊力 屬性攻擊力又會怎樣 就不會跟這個基礎攻擊力有關連 所以你加力量的時候 和攻擊力只會 力量的時候會吃到這個buff 那就麻煩下一頁 打死人嗎 整萬光打死人 打死人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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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 然後就 很冷 為什麼? 以前上課全球老師 很難做 當然就是一 好 最後再說兩件事 你看到武器 還有這個 當你湊合裝備的時候 例如開一些條件 吸數的時候 就會講一個叫 屬性傷害 剛才我口中的屬性攻擊力 就是屬性傷害和攻擊力 這兩件事 其實就是直接會加你版面上面 的基礎攻擊 即是攻擊力 加了兩件事 那屬性傷害有什麼分別呢 例如 如果我是桃花 我是火屬性 屬性傷害 就會是火屬性 當你問 如果 我有些雲石 例如我是桃花 我裝一粒水屬性傷害 可以嗎 可以嗎 是可以的 你看到你版面上面 都會加你攻擊力 但是那些傷害 就會轉化為水屬性攻擊力 為什麼有時候 重點 我都寫了 例如 就是說 屬性傷害 是會受抗性的減免的 沒錯 例如火屬 是會被火系抗性 會減免傷害的 所以最後的結論 就是麻煩台長下一頁 通常力量大於攻擊力 最大於屬性傷害 因為力量會吃到技能加成 攻擊力吃不到 但是不會受屬性抗性的影響 最後才是屬性傷害 那你就在選擇上 你自己懂得分 是 老師我有問題 是 如果我金系 我給你火屬黑的話 我可不可以在武器裏 裝五粒蠢雷的打狗 可以 可以 因為蠢雷是水屬傷害 但是問題就是 人家都有水礦 會不會這樣做 但是在你萬多工裡面 加二百 加二百 加二百的話其實效能 加完 加了對方 加了對方 而且我也有水礦 你加了二百 然後對方水礦 四百 曬氣 我知道你想欽加人 金屬 先打掉你 你可以變成七彩顏色也可以 會熟了一顆 會熟了一顆 明白了 所以以魚仔老師的建議就是 首先是力量 即是四維數字的力量 再加大家的攻擊力 再而計算才是屬性傷害 沒錯 所以你 例如武器方面的洗練 有些人就會選擇性地 你看到我剛才那把 就會加了三樣攻擊力 因為桃花比較吃攻擊力 但是有些例如 唐門 他要屬性的效果機率 因為他想要定身 觸發多些 這樣就可以放棄屬性傷害 就這樣取捨 自己想想 自己研究一下 自己研究一下 崑崙 你可能想普攻雲多些 觸發多些 你又放棄攻擊力 多些 你放棄屬性攻擊力 就是這樣 從中間 再次掌握 封場 水